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歐立傑歐立傑 你是韭菜嗎?你被當作韭菜收割了嗎? 還是你都在收割韭菜啊? 這是一個完全不想負責任投資分享報導的頻道 是一個教你如何賠錢的頻道 不招收會員,不收費 只想分享經驗跟取暖 沒有錯,就是用老韭菜賠錢的經驗來賺流量 只需要,只需要 只需要你的訂閱以及分享 參考的經驗呢,是一個被割了18年老韭菜的交易行為 內容可以跟你保證完全是看圖說故事 你沒有聽錯,就是看圖說故事 影片錄製的方式呢,都採直播的方式去錄製 比較沒有後製 字幕是用手機軟體去排版的 所以有錯別字的部分,請多多見諒 那接下來呢,我會用最實際的數值 以及直白的語言 跟你分享這個標的物 這個市場 你看不懂的 右上角有齒輪可以點選回放 看個100次 看個1000次 看到你懂為止 那影片的過程當中 會有示意圖 你再用示意圖去對照你的標的物 看有無相同走法 你就會知道 你現在持有跟你現在買的價格 是 做空 想上班的地方 還是做多 想上班的地方 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就進入 標的物格局 分享的環節 那麼首先我們進入台子競拳 去觀察他這兩天的格局以及變化 那一樣不免俗的高點 我們先抓450 低點抓250 現在來個新低點 那為什麼要抓舊的高低點 等一下阿里可以再分析給大家聽 這邊寫250 250 啊那個 這邊寫450 得到大概200點的 橫盤的坡幅的格局 那理論上喔 這250萬一失手往下灌呢 應該多少是滿足點 沒錯就大概是 那個 050 比較大的整理區 目前呢 目前是變成說是在150這邊走橫盤 那有可能不排除 他橫盤格局可能會在這邊 開始發酵因為沒有向下整個滿足嘛 但是在這邊呢也沒創新高 那有可能不排除會在這邊形成 大概100點的整理波 那 如果說抓今天這100點的整理波來看 如果說假設今天就是低點的話 那我們可能要另外重新 規劃新的新的格局的分析 如果說以今天來看 因為格局開始改變嘛 必須要有個高有的低嘛 我們就拆底系列嘛 那一樣喔這邊假設寫160 這邊寫250 本來是壓力現在壓力變 本來支撐現在支撐跌破了變壓力 那得到盤人格局約90點 那夜盤我在觀察就觀察這90點的波幅 他是做怎樣的變化 那250有站上去 下一個要調節的應該就是 340 以極短線來講 那160萬一失守的話 可能就要去哪裡等他 沒錯就大概是 070 符合我們大格局那個050的等幅測局 目前看得到的就大概是這樣 一樣喔 這邊主力吃給我們看了 那下午有開盤我們就跟著吃看看 我要該停損的可能讓個10點20點 該賠的就讓他賠掉 有吃到的這邊記得調節一口 或是說你做空想在打加碼的 這邊都是值得觀察跟注意的地方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台積電 創新高以後 不要急著追 有高有低我們再去觀察他 格局開始慢慢放大 他最近 最近的標題很多檔都是 他的格局就是格局過後出來以後都是向下 向下達政的格局比較多 這個籌碼跟資金的運用確實要注意一下 這奧利給之前有說 這左肩 左肩上去都不能收回來 左肩上去 這個左肩上去都不能收 尤其是在相對高 收回來就容易打回起場點 他不只打回起場點 還做了他 那個 19跟27的等幅測軍有整個往下灌 那時候本來預測目標應該到512 結果他在510就開始走橫盤 那這檔標率要抓的話 就變成格局放大了 這禮拜可能就要這樣抓 大的方向 大的格局不變 因為他格局再度那個 我們就抓新的盤整格局 我這樣在明後天你比較好怎麼去應付他 那低點我們這邊都抓510 510 高點可能抓 526 得到大概16塊 有可能排除這禮拜的波幅會比較大 大概16塊的盤整波幅 那526站上去沒有再疊 下一關有可能去攻打你 沒有錯就是540 明天510再失守呢 我們可能要去哪裡等他 以這一波 這一波整理波 如果整個往下灌的等幅測去的話 有可能不排除 我們可能要去494 就510-16塊 大概494塊 的價格去等看看像這樣有走橫盤 今天就有橫了 明天看怎樣 如果有橫的話就可以再重新佈局看看 那就我們看下一檔 連發客也是一樣 你看這 都focus在這個大的格局裡面 一樣 低點我們抓672 相對高我們就抓多少 看一下 相對高應該抓到715都還好 看似漲很多也跌很多 其實你注意看 左右對到都是在大格局裡面 那小數點 你們在自己去抓看看 奧利吉只寫一個 比較大約的金 我抓他余生 應該都會倒價成家 那低點我們就抓675 高點可能就抓715 這個是都最近幾次可以賣得到 跟買得到的價格 現在在這邊還沒橫 明後天看他在這邊有橫盤 就可以跟著再布局看看 或者說你715有出道的 這邊都可以直接在 慢慢的買回來 盤整格局的坡幅大概40塊 40塊 當日衝跟隔日衝的坡幅 那明後天 萬一715站上去沒有再收回來 下一關就挑戰多少 沒錯就是755 萬一675再失守的話 沒錯 這一波40塊的等服車局就會往下灌 下一關可能就觀察635 但是上次在這邊已經有一次兩次三次 主力吃給我們看 這次不知道會不會再成功 我們就再觀察看看 你這邊有佈局 吃錯了其實也沒關係 該做的挺順 你把它做好就好 那就我們看下一檔 長榮一樣 噴出後 一個新的橫盤格局 這檔可能抓這樣 會比較好抓一點 波幅也有種開始放大的感覺 只是說 這種放大感覺 是要向上還是向下 就比較不一定 通常在大漲大跌 之前之後 都會有一個 比較大的波動的幅度 那目前確實看到是 他破幅開始放大了 當沖跟隔日沖 昨天跟今天 破幅大概5塊 那5塊如果95再失守的話 下一關可能就90 那 如果說100 明後天有站上去沒有再跌回來 下一關可能就105 啊有可能不排幅 會在這5塊的盤整波 再多走個幾天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紅海也是一樣 創新高以後必須有個高有個低 那這檔我們要抓的話 可能要這樣抓 會比較好一點 更穩妥一點 低點抓110 高點抓114 噴出上去下來 來到新高的 那個 點位 波幅都會 放大 啊格局大概4塊錢 當沖跟隔日沖 盡量這邊 有吃了你就跟著吃看看 114記得調節 那114有站上去沒有再收回來 下一關就118 那萬一明天110失守 不用急著去建倉 可能又打回之前那個10369的格局 目前看起來如果說以 這4塊的等幅測去往下灌的話 有可能不排除又打回106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現在高股是一樣 高的 可能這樣抓 波幅也開始 略微放大 上禮拜看不到0.2角 這邊有幾個主力吃給我們看 上面有主力賣給我們看 上面有30幾塊到老的壓力 確實還是有他的震盪跟波幅在裡面 那這禮拜的當沖跟格式沖 那波可能會放大到大概0.4角的波幅 29萬一失守的話 沒錯就是28.6 觀察這個29 29.45 29.45上去沒收回來 下一關可能就是29.8 左右的價格去觀察他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0050 創新高 創新高千萬都別追 像他以為高有低 現在是 這邊有高有低沒錯啊但是失守又下來了 那個 可能就格局也開始慢慢放大 比較大格局我們可能就這樣抓 第一點抓119高點抓122破幅大概3塊錢 119 122 3塊 119 122 小數點你們再自己去取捨了 啊他 這禮拜明後天應該會走這3塊的破幅的 的那個盤整格局 那122有上去沒有再回來 下一關就是125 那萬一明天119失守 沒錯就是116等看看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HTC一樣齁 還是FORCE在之前那個大概62到66的格局之內 那我們這檔認真要抓的話可能只能抓61跟66 去做他交易格局的規劃 因為他的幅度也開始放大了 這邊寫61 這邊寫66 應該都賣得到也出得到 61 66 得到5塊 5塊的盤整格局 61萬一再失守 不要急著建倉去56等看看 那66供上去我們有再收回來下一關要挑戰的應該就是71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連電也是 都不要急著在 噴出後追單 追單你看 追在這裡又全部套了 又整個套下來 必須讓他有高有低 那假設今天就止跌的話 連電要抓可能抓42跟43 抓大概這兩個價格 去做他的盤整格局的分析 低點抓41.8高點抓43.6 那麼上面撿下面的話 1.6塊1.8塊 大概是1.8塊的盤整格局 有可能不排除 在明後天這樣走 那43.6供上去 下一關可能就多少 沒錯就大概45.4 45.4左右的價格 萬一是1.8再撕什麼 沒錯就去40塊等他 那格局大概1.8塊 那接我們看下一檔 楊明一樣喔 他目前是 只有低還沒有高啦 啊沒關係如果說假設 今天就止跌的話 我們這檔要抓可能要抓這樣 大概是83塊到87塊 點位你們在自己斟酌 再次提醒 奧利給有時候為了方便 會抓大約 並不是說我抓的就一定 相當的精準或是怎樣 我只是盡量抓大約他的餘生喔 那麼得到他波幅大概是3塊錢喔 那84 87有供上去沒有在收 下一關就是90 那84萬失守 沒錯就81塊等他 比較有可能就是走3塊的盤整波幅 讓他狠一下 那就我們看下一檔 滑方電一樣喔 新高新力 噴出去 都不能收回 你看收到下面 就容易打回這個起張點 一樣我們抓他的格局 大概只能這樣看 大概0.7角 這裡 第一點我們抓22.2高點抓22.9得到大概0.7角的橫盤的盤整格局 那22.9明天有供上去沒有再收回來 下一關就是23 23.6 那22.2萬一失守的話下一關就是21.5 左右的價格 去像他這樣等橫盤跟著吃看看 上面有橫盤跟著賣看看 那就我們看下一檔 長城喔這記的沒錯76857685有沒有啊目前還是在這個大格局 這邊寫77好了這邊寫85得到8塊橫盤格局的盤整波幅 那個85有噴上去沒有再收回來下一關就觀察多少93 那77萬一失守的話沒做就觀察69 比較大的可能性就會在這這邊 做他繼續8塊橫盤的波幅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台牙一樣有沒有 創新高度不要追真的不要追追了你看 左肩一失守打回7張點打回7張點打到這邊 格局一樣開始放大 那沒關係我們來做做他的交易格局的分析 低點一樣抓這個高點抓這裡 低點抓39.9高點抓42.3 那我們得到盤整波幅大概是 3 2.3 2.4 大概2.4塊錢 約2塊多的橫盤波幅 那明後天 4 2.3有再上去沒有再回來下一關可能會去攻多少 沒錯就是44.7 這邊有主力吃的上面有出道的我們這邊就跟著再吃回來吃看看 那萬一明後天39.9失守 下一關可能是去哪裡 37.5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台線科 創新高 創新高 創新高最在這邊的又被打回7張點 這檔我們認真要抓的話大家就只能這樣做 高不過高 但是底也沒有破底 可能抓178跟多少 看一下價格 178跟188繼續走他10塊的橫盤破幅 17 176 188 得到大概12塊橫盤整理的格局 那188有上去沒有在收回 下一關就可能供多少 沒錯是供200 176萬一失守 下一關可能就多少 164 大概164左右價格 台生科大概這樣 那就我們看下一檔 光料一樣哦你看他創新高最在上面的 這按鈕真的是 一次接一次 啊這邊的這邊 這個很久了 2427還是2528 好像 從奧利給做影片到現在都一直focus在這區間 你有聽奧利給影片的 下面有加減是上面有加減調節 這張可能 已經可以調節十幾塊掉了 對啊 那麼一樣 下面我們這裏可能是抓24 上面抓26.5 得到大概2.5塊橫盤格局的 盤整格局 明後天的22.5有上去沒有在收回 這不噴出去的等幅車均 沒錯就是有機會去供29 那24萬一明天失守 整個往下灌的等幅車均 下一關可能要去哪裡等他 沒錯就打回大概21.5左右的價格 那接我們看下一檔 我們可能要這樣抓 抓之前的大格局 去做他 明後天交易的分析 啊順便這邊 這邊有大圖給大家看 我們就比較好做他業務行為的 會話 這邊寫31 這邊寫36 36 盤整坡幅大概是5塊錢喔 噴出的話下一關就觀察 41 41今天 接近達正還沒達正 那有可能不排除這5塊的整理坡 未來在這邊繼續走 這個 奧利格會抓一個比較大原因是 因為他來到的關鍵價格 這邊很關鍵喔 你下面有建倉 有建倉 這邊有賺到 這邊想再打加碼 再賺的 建議去等 36或31 那明天的41 如果上去沒有再回來的話 我們應該有可能不排除 可以去 去觀察 下一個 這10塊的等幅測距 有可能不排除 可以供到51塊 做這一波 整個大段的 停損的等幅測距 目前看得到就這樣 建倉我一樣是建 盡量建議 4140有出道 今天吃在36 如果都沒有的 你31有抵單的 你就抱著 賭他到這個價格 跟這個價格 就我們看雙紅 低點可能要抓154 高點抓多少162 沒有錯 他在162站上去收 做了一個 怎麼講 反正還在客區內 那一樣明後天我們要吃他的話建議 觀察154 高點觀察162站上去不能收回來 收回來就容易測 7張 162明後天有站上去沒有再收回來 有可能不排除 就做他這個大概 看一下 6塊7塊 大概8塊 8塊等幅測距 有可能不排除明後天會去供170 這個要站穩不能再收回來 那那麼萬一明後天154失守的話 可能要去哪裡再等他會比較好 沒錯就大概146左右的價格 那接下來我們看下一檔 延程喔 創新高以後不要急著追 讓主力吃給我們看喔 14.5吃兩次了 可能就抓這兩個價格會比較好一點 那這邊喔 建議是 觀察啦 下面有吃的 你就還好啊 下面沒吃的這邊要在建倉的 就比較不建議了啦 這邊這邊都屬於 比較追高的部分喔 那低點我們觀察14.6 高點觀察16.1 那我們得到他的盤整格局放大了 大概1.5塊 本來這波大概都是1塊左右 那明後天喔 16塊站上去沒有再收回來 有可能不排除去攻哪裏 17.5 那萬一明後天14.5失守的話 有可能不排除又打回13塊 格局開始慢慢放大了 有可能不排除會走上下的整理格局 那接下來我們看下一檔 躺機噴出不要追了 真的噴出都不要追了 讓他走高走低 有個橫盤 那目前可以看到的交易格局 大概是170 跟 多少 170跟 181 沒有說在181以上有點可惜 那一樣喔 這檔認真要抓的話 余生是 低點抓170 高點抓181 這一檔的慣性喔 你有看到一個影片就知道 他的慣性都是走10塊的整理坡啦 啊目前看起來是 也是在走10塊左右的高低整整理的 盤整坡 那有一天呢如果181上去 沒有再收回來 下一關可能就多少 沒錯就是192 萬一這禮拜 170失守的話 下一關可能要去哪裏等他 沒錯就是159 就是這個撿11塊 撿這個 或是加這個 去做他的等幅測距 那應該會 在這邊走個幾天的整理坡 再看他是要向上表態 還是向下表態 那請我們看下一檔 哇 他做了一個向下的等幅測距 這個是尷尬 那沒關係 我們該做的作業還是給他做好 就才會知道是發生了啥事 本來的盤整坡幅 是 這樣 這樣 174 低點抓174 高點抓180 得到大概6塊 盤整格局 那現在做多的棄手了嗎 整個往下灌 174-6 剛好就是168 是他的滿足區 在這邊走橫喔 走看看 那在這邊有重新建倉要做的 下一關 就是可能會走 大概168跟174的橫盤格局 格局可能會focus在這裡面 有沒有很神奇 啊那個 180下次有機會站上去不再收回來 那就有可能不排除 會 下一個下一個關卡 可能就是186 可能最近因為有的股票喔 隨著大盤的連結喔 比較那個 有沒有發覺好像 都開始向下達政比較多 那就我們看下一檔 原炭喔有沒有不要急著追 追250的保證你死一堆 那我們現在好了他的新格局出現了 有個高有個低我們才知道我們交易策略要怎麼樣去做規劃跟執行 啊那個255沒有站上去 收也沒收到255 那有可能不排除他就繼續走比如說這邊是237 那我們得到252他的整個 盤整格局有可能不排除這禮拜就在這邊橫 橫越久越好啦 那 那 跟這下237 255 那55-37塊他的 1318 18 他的橫盤格局大概有18塊 那255明後天有上去沒有再收回來的話 有可能不排除下一關攻哪裡攻27 27 2627273 273左右的價格 他的軋空坡 目前看來是237有手啦 主力也吃給我們看了嘛 啊 上次吃是直接到255 這次吃到252 啊所以 252跟255 記得該調節還是要調節看看 畢竟他創新高以後開始走橫 走橫不是說不能做盡量把你的成本再往下調節 這邊有出道的這邊都可以買看看 啊你買在很下面的齁你也不用太擔心齁 因為他的格局 他有走繼續走他橫盤的格局沒有說直接這樣下來 那237萬一失守的話下一關可能要去哪裡等他齁 沒有錯大概就是2220左右的價格 那有可能不排除會走大概這樣 大概30幾塊的 盤乘格局 因為他畢竟創了一個歷史新高 格局開始慢慢放大 那就我們看下一檔 這一樣也是我這邊的新高創短期高點以後 30.2至關重要要站好跟收穩 收好不能收在下面收到下面就容易打回這個起場點 那我們能看到格局大概就這樣 一點可能抓29.6左右 高點可能抓30.2 大概這樣子 好 29.6 30.2 大概0.6 橫盤格局的優勢 那30.2上去沒有再收回 就觀察30.8 就做他這0.6 等補測距 29.6萬一失守 沒錯就是29.他 本他齁 那仰華大概這樣 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他可能會走一個比較大的格局 往上 往上整個攻堅出去 目前所在漲停價 恭喜 恭喜有持有他的 今天的 買菜錢 便當錢 丁盤錢 該有的都有了 這檔我們可能要做比較大的格局的分析 看他 什麼時候漲停會打開 那以目測的話 能估就只能這樣估 低點抓81塊好了 高點抓103 我們得到大概 22塊 22塊的那個盤塵的格局 在這一段 現在那個 目前看來是空方 空方棄手 多方 整個停損的力道往上灌 那這波灌上去 理論上 他整個等幅測去的滿足點 應該會在多少 沒有錯 就大概在125塊左右 明後天再觀察看看 目前還沒有橫盤 所以不知道怎麼判斷 你底單有吃的 你就報警報了 那個 也有可能不排除 他未來的10塊整一坡 會在這邊 會變成說 走115跟 103啊 但是目前沒有高沒有低 我們就 就先觀察看看 你如果是抓 抓大格局 來抓他整個停輸的等幅測區的話 125 是值得觀察的價位 對呀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長榮一樣 他也是在這個橫盤的格局裡面 31.131.132.5 大概做他1.4塊的 业務行為 那一樣 我們這樣抓出來 盡量要做單的去等這個價格 第1點觀察31.1 高點觀察32.5 得到了橫盤撥 大概是1.4塊 有可能不排除 在這邊繼續橫 那麼有一天 32.5站上去沒有再收回來 下一關就抓多少 33 33.9 33 33 1.4 2.5 3 大概33.9的價格 萬一33.1 31.1失守的話 可能就去29 29.5 29.6 29.6的價格 我去等看看 1.4塊上架減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華航 你看 創這邊高點不能收回來 收回來就容易怎樣撤起漲點 我們現在這邊有打勾了 那我們就抓抓這邊 我去做大家 交易格局的規劃 這一檔 低點觀察21塊 高點觀察 22.2 22.2 差不多 上去 下來 低點觀察21 高點觀察22.2 得到橫盤格局 大概是1.2塊 那22.2有戰勝 沒有再收回來 下一關可能就觀察多少 23.4 23.4 值得注意的價格 那21 21關於在失守的話 沒錯就去哪裏等他 19.8 19.8 看這一波的停損的等幅測距 或是噴出的等幅測距 那就我們看下一檔 我遠傳也打勾了 這都值得關注價格的邊緣 那他格局開始放大 我們認真要抓的話就只能抓大概74塊 74塊跟78塊去做他橫盤格局的規劃 因為之前的高低也是這樣告訴我們 抓餘生 所以有時候 阿里給在抓 沒有抓很準 就這樣子 因為我們必須要讓這價格是可以成交的 這樣才有用 至於那個小數點跟什麼你們自己在斟酌 74 78 盤格局大概4塊錢 有可能不排除 繼續在這4塊整理波 繼續盤 盤久一點 看可不可以盤到這一張不用錢 那下一次有機會78上去沒有再收回來 沒錯 就去攻82 那74萬一有一天失守 往下 這這一波如果做空 做多的 停損的等幅測距 沒錯就70 低點觀察74高點觀察78 噴出觀察82跌破觀察70 那就我們看下一檔 論態性一樣 看一下 比較新的格局 格局開始壓縮 只能抓62跟 大概一塊半 波幅還沒出去還在走橫盤的整理格局 62可以值得建倉吃看看 有吃到的63.7 一塊半調節看看 這個 但是這個 你底單有吃的 在6465有調節到的 這邊都可以再吃回來了 我們如果抓61.7跟63的話 盤整波幅大概是兩塊錢 那你如果嫌這兩塊錢的波幅小 那就可能暫時 暫時觀察這場股票 就建議盡量不要碰 那你如果說6465有吃到62也吃回來 你覺得這兩塊的盤整波有利潤 那就做看看 那明後天 63上去沒有再收回來 下一關大概就是65 65.7左右 那61.7萬一失手 沒錯就是多少 59 59左右的價格 等看看 59.7左右的價格 或是60 目前看到格局 就這樣有點壓縮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我這同他一樣喔 創新高以後有個高有個低喔 大概這樣0.5角的日內坡 1點抓1.2 1點抓1.7 盤出下來 來 低點抓這個 高點抓這個 盤整的格局大概是0.5塊 有可能不排除明後天在這邊繼續走橫盤的格局 那麼11.7上去沒有再收回來下一關就是12.2 那11.2萬一失手的話就去哪裡等到 10.7 目前能看到大概這樣子 這幾天 國際團的關係波幅可能會比較大 有可能會走這樣的波幅 心裡都要有個底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立即喔一樣喔他走之前喔這一段高不過高 高點151 低點142 那認真要抓的話明後天大概就只能這樣抓 好 走另外10塊的整理坡啦 明天觀察這個141有沒有手 今天點位喔 這個都很重要 那他們上面撿下面有得到的盤整格局約 是7 8塊 8塊我們抓8塊好了 有可能不排除明後天繼續 這樣橫啊 這邊多 多橫一點喔多一些主力吃給我們看喔 他的支撐就越來越強 下面有吃到的喔 150 151記得調節看看 151站上紀錄我們有在收完下一關就是159 那 141 142萬一棄手的話下一關就多少就大概133 或者是132左右價格 目前看到他帶給我們格局就這樣子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西華一樣喔 我這裡好像又有個案例 這個高 43.25站上去不能收回來 收回來就容易怎樣 不一定會大跌但是容易 容易這樣 去測他的7張點 大概是這裡 所以他還是focus在大的格局裡面 那這一檔我們建議就這樣做喔 你下面沒有吃到商店就盡量建議不要加碼 不要任何業務行為這樣會比較好一點 那樣低點我們抓41.4好了 高點可能就抓 看一下 這個價格至關重要是要抓準一點43.243.3 這倒是多少43.2 高點抓43.2 我們得到了大概2 1.8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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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橫盤格局的盤整波幅 那這43.2很重要 站上去不能收回來 啊但是 戳也其實也還好 雖然有收下來 但是 但是你如果這邊有吃兩張這邊出一張的 這裡都應該可以調節得到 有可能不排除去走他1.8塊的整理波 那明後天我43.2如果上去沒有再收回來 下一關可能多少呢 沒錯我就去45 就觀察45看看 看有沒有賣壓 那萬一有一天 41.4失手的話 沒錯他可能就打回到39塊 39. 39.6 所以我所謂的價格 去等看看 啊這 40塊是大格局的邊界 我順便大家看一下 你剛好有看到 上一次好像在這邊 這裡 有沒有 4243 尤其這個42 你放手 現在假設有單在身上 42可能至關重要 他可以戳 不能收在42以下 要不然上次他收在42以下是直接打到30塊 這次會不會不知道 有時候小格局我們可能看到不知道看什麼 或說不知道有什麼問題 就去大格局看 42 上次攻上去 收在42以下 直接打到3230 這裡好像有一次 認真要看 42跟39 這個防守 至關重要 因為這邊 有好幾次告訴我們 這邊42跟39 價格以棄手 就很容易回到3出頭 甚至有一次 還打到28塊 這裡也是一樣 3240 這邊有做單 你的防守可能頂多做到40或39 不要抓太深 手上沒單就算了 如果真的要做 該守的停損還是要守 要不然一下子可能10塊就不見了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恭喜綠電 再度漲停 終於漲停 不是再度漲停 看一下漲停噴出價格是多少 50.5 50.5 這邊有跡象告訴我們50.5 不要跌下去 噴出以後 他會漲 都是打到低眼 再往上噴再去做漲停 所以格局 你給畫給大家看的格局 其實 其實在強調就是 這個點 剛好這一檔有到 總之你不知道的 你有看奧利給影片在建議這一檔 你也可能 可以吃到什麼東西 或做到什麼樣的優勢 這邊一個主力告訴我們 這邊一個主力告訴我們 這邊兩個 這邊三個 第三個的時候 他就發揮了他的力道 整個晚上灌上去 上禮拜看的格局好像是52塊 噴出如果不算漲停的 等伏車區 奧利給再抓是抓大概54塊左右 他是整個上去的 那 整個上去的話 我們也是必須 看他有沒有橫盤的格局 我們在判斷說要不要做 那也有可能不排除 下禮拜的整理波會比較大 明後天的整理波 他可能會做什麼 可能會做這個 56塊跟52塊的來回整理的整理波 甚至於做這個 56跟50塊的來回整理波 這都是有可能不排除的事情 因為每檔標的物 在創新高或新低以後 他呢破幅都會變得 相當的大 50後萬一有一天50失手的話 沒錯就盡量去48那邊等看看 那就我們看下一檔 跟頂這個也是一樣 又是一個標準案例的 左肩 左肩在這裡27.5就是 近期的高點 這個噴出27.5都不能收下來 收下來就容易怎樣去回車他起場點 噴出 噴出 讓你有兩次機會跑 你都沒跑到下次27.5記得跑 啊 沒關係我們一樣做他交易格局的分析 下面寫25 這邊寫27.5 噴出下來 25.5 27.5 得到大概兩塊 盤整格局 二十幾塊有兩塊破幅 這種標的物都還不錯 那27.5有一天有站上去沒有再收回來 噴出了整個等幅 這就滿足區大概是多少 沒錯就是29.5 那25.5萬一失手的話 我們可能要去哪裡等他 大概23 23.5價格 看看 這邊 有主力吃給我們看了 你這邊 有出道的 這邊都 都可以再布局看看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我系統電了有沒有 左肩上去不能收回來上去不能收回來 這是41.95 沒關係他繼續走他橫盤的整理 你如果說42有出道單的要在建倉的 今天這檔盡量這樣做 第一點觀察40.6 高點觀察42.5 小數點你們自己在斟酌抓一下 不一定說奧利給 說的價格就是 就是在那邊只是抓大約在那邊 如果止跌的話 會發生什麼樣的業務行為 這個你們在斟酌一下 那高點 12.5 低點40.6 我們得到的 盤整格局大概是 1.5 1.8 1.8 有可能不排除沒有天繼續走他1.8 的盤整格局 那這邊如果指紋往上噴的話 12.5下次記得調節看看 那如果噴出去 12.5沒有失守再站回來的話 他下一個等幅測距 可能就是 4344 44.3 約在44.3 左右的價格 那40.7 萬一失守的話 沒錯就是往下減1.8 我們可能要去哪裡建長 大概39.1左右的價格 等看看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國泰永續高股行 大漲大野右 不要急著追 讓他走個橫盤 我們才知道說 我們要怎樣去佈局 哇 這個 波幅大概1.5角 因為他這個是 定存概念股 那沒關係 我們該做做 給他做好 低點觀察 17.06 高點觀察 17.21 得到了0.15角的 橫盤的格局 那明後天 17.21有上去 就觀察多少 17.35 17.06 萬一失守的話 觀察多少 16.9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這個00900也一樣 他的新的格局 大概就這樣 第1點觀察10.98 高點觀察11.10 那我們得到的盤整個局是多少 1.2 啊不是 更正 那麼多 0.12角 有可能在這邊走橫盤 那11.19上去 下一關就觀察 11.2 10.98 萬一失守的話 我們要觀察10.8 5左右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葡萄王一樣喔 噴出後都不要急著追高 必須讓他有個高有個低走橫盤 我們才知道怎麼樣做他交易格局的規劃 啊這個還在大格局裡面齁 128 138 12 138有出道的齁 128都可以再吃回來齁 那我們得到盤整破補大概10塊錢齁 有可能不排除這禮拜繼續在這邊走橫 那138正上去沒有再收回來 下一關就供多少 供148 128萬一失守的話 沒錯就去118等他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有打一樣齁 大格局邊界來了 17.15 有沒有 好 格局放大了齁 17.15是上次有套牢的低胸 套牢的壓力區啊目前的高低比較沒辦法看得出來 只能大概這樣抓 之前盤整的格局低點是14高點是16 兩塊的整理波 噴出齁 噴出理論上應該要到18 但是17這邊有套牢區 但是明後天的17就 也顯得蠻重要的啦 有可能不排除會走那個17跟16的橫盤格局齁 啊你這邊17如果有吃到的話你就觀察16在建倉建看看 16或15.6那邊 啊那個 這個格局齁可能會有點大齁 為什麼有點大呢 如果說我們抓這樣的話 他的那個波幅大概是2加2等於4塊 大概有4塊的橫盤的整理格局 明天這個萬一一突破的話齁 下一個直接的軋空坡有可能會17加4塊 有可能會來到21 但是短線目標我們看到大概18啦 還有這個17的壓力齁 明後天有沒有上去就很重要了 啊如果有上去的話這幾個價格齁 都記得觀察看看 那就我們看下一檔 如果說你完全沒單的啦齁 我建議去等16 或是等14 因為他面板說真的他那個 之前套了不少弟兄 然後有機會的話我們就給他賭到77塊的俱樂部 啊順便再分享一下齁 有網友在說那個 我們在看格局的交易策略是怎樣齁 假設齁假設這一檔我們看好的是14塊 看空的是17塊 齁就這邊齁這邊吃兩張齁 17出一張齁 在這個大格局裡面去做他三塊價差的業務行為 那一張出掉了呢你這邊是不是只剩下一張 齁 啊剩下那一張要幹嘛 剩下那一張的籌碼就是說 改天他有拉回接近這個價格 我們就再佈局再吃看看 就是說你要一張底單齁 是永遠 在這個啊停存可能守這裡 然後有一張可調節單只是做他的來回波 對啊 看是一張兩張 或者說多少的籌碼 都可以這樣去運用看看 去調整一下你的 教育策略 去計劃你的 教育你的計劃 看這樣有沒有幫助到你 然後就是這張底單在 14塊跟13塊的格局 還沒有破 還沒有爛掉之前 就賭他 賭他到哪裡 到天花板 17塊的俱樂部 看有沒有機會去 達正 那就我們看下一檔 彩晶一樣 他 做了一個新高新低的格局 我們先看一下他就高就低的格局 大概在這裡 奧利格上禮拜我說 之前12塊的套勞量 不少 12塊之前套勞的幅度是 12到13.5 大概是一塊半 那一塊半的整個等幅測去下 下來的話大概是10塊半左右的價格 啊果不起來 10塊半跟9塊半這邊 做了一個 攀整的格局 打了一個底 然後整個往上 現在整個往上的話 我們抓的話 我們抓的話 就抓 這這這裏 12.5塊 站上去不能收回來 就顯得 吃關重要 啊 他 12塊 碰 確實有賣壓 有一些結套賣壓 又把他賣下來 那我們抓的格局 就可能 可能 可能讓他多狠一點在抓會比較好 如果認證要抓的話 我們就只能抓他今天喔 今天的格局去推估明天的那個 明天的盤整的格局 應該怎麼走 應該怎麼吃會比較好 既然 應該 這已經是噴出斷了啦 建議是等10.5 那你如果等不到10.5的話 硬要吃的話 沒關係 我們還是把教育的計畫做好 第一點觀察11.6 確實有主力主力主力 吃給我們看 啊11.1 主力主力主力賣給我們看喔 12.1啦 那我們得到他的那個 余生的波幅大概是 0.5角左右 0.5角 有可能不拜託 這禮拜在這邊走橫排 那有一天喔 12.1上去沒有再收回來喔 哪裡要觀察 大概12.6 那明天的11.6 萬一失手齁 我們可能要去哪裡等他 沒錯就大概11.1啊 目前看得到的格局大概是這樣 那接我們看下一檔 細格齁有沒有 有高有低齁 看一下喔 他坐這裡的噴出斷 52要調節 51買回來 52要調節 這個51齁 這裡齁 這裡至關重要 他目前是鎖在51跟多少 51.8的這個格局裡面 好我們就抓這樣 噴出都不要急著追齁 讓他有個高有個低齁 我們就盡量吃在下緣 有時候運氣好一次就漲停板 這是吃在下緣的目的 啊為什麼要賣在上緣 有時候賣的順的話 一賣就跌停板 對啊啊所以 51.1跟52齁都值得觀察的 他的 大概是格局的那個 因為 上禮拜也是大概走這樣的格局 那麼得到大概0.9夾齁 盤整波幅的格局齁 啊那個 52有供上去 下一關可能就觀察52.9 那明後天 萬一 五一失守的話我們可能去多少等他 50.2 左右價格等 看看 那接我們看下一檔 來到我們美股齁 美股 的格局齁 看起來像在下樓梯啊 就是 來 我們順便做一個那個分享好了 當你的標地 有一天你發現他的高 不再過高 這個奧利給好像在幾天前的影片有說 然後 然後 並不是說這樣就是 就怎樣 只是說你可以避開一些 避開一些你不必要承擔的風險 比如說有一天當你看到你標地的圖 就是這樣 像這樣 大概這兩段就應該就可以那個 就是說 本來 多方齁 多方的格局這樣上 上 回檔沒關係上 就這樣上樓梯的一個形態 一個形態這樣上去 空方呢 空方一樣齁 就是這樣 下 底 就是這個高 當你有發現 他反彈的力道 不再有過高的力道的時候呢 這時候呢就 做空的就會比較 做多的會比較失望一點 然後做 做空的 就會開始積極起來去觀察那個左肩齁 左肩被打掉那個 然後呢 然後就是說 他的低點齁 在這一天齁 大概這一天開始 就開始 破著低 就是 低點越來越低 低點越來越低 然後高點呢 高點從來就再也沒有過新高 就形成一個下樓梯的形態 當然 雖然說 不是說這樣子就是說 明後天一定會跌得很慘或怎樣 只是說 他的形態開始不好了 那形態不好要怎麼去排解 就是 必須讓他 走一個橫盤 像這樣 橫得越久越好 像之前從一萬一攻上來的 一萬一千多點的時候 攻上來那個橫盤 啊有可能不管什麼 可能就是明後天 如果說萬一這邊就止跌的話 他必須要有個大的橫盤 在下面 橫得越久 至少要像這樣 像哪一撮 至少要像這一撮這樣 是發生在這裡 有沒有這一撮 假設是發生在這邊 橫橫橫 有高有低 橫橫橫 那個 那個止跌力道就會比較大 手上沒單呢 建議就是多觀察 你空彈有打到了 恭喜你 繼續抱 抱到他開始上樓梯之前 應該都還有不錯的利潤可以等 葉盤就觀察他 繼續橫盤的狀態 有沒有在這邊止跌走橫 另外就是說 抓他高低的等幅測距 假設說這邊 這邊 通常都是這樣 假設這邊高點我們抓740 這邊低點抓3 看一下這邊低點是多少 第一次的低點假設400 這邊抓400 那我們得到了盤整坡5大概340點 340點減400多少 就是大概 060 等幅測距到了嗎 還沒 會不會到 不知道 有時候可能還沒到 他就開始走橫盤 這是主力很機車的地方 我們要習慣 所以我 奧利給下單建議的方式就是說 雖然我們知道這邊是滿足區 但是呢 但是他還沒到嘛 還沒到有時候主力走個門橫盤 我們就可以建議去踹看看 試看看 再來就是進入到大家比較小的格局 再去看 看他橫盤的格局大概是怎樣 目前看來 連5分K這種小格局 還是在下樓梯 但是確實在152又走了一個橫盤 因為我記得上禮拜 週末 週末夜盤的時候 是走那個什麼 走大概250 這邊 250到那個 到35060點的橫盤格局 他這邊又失敗了嘛 失敗就整個棄手往下 然後現在這邊又重新打底 找盤的那個 那個250到170 也棄手了 所以棄手往下棄手 又大概 又走了一個新的橫盤格局 這邊如果認真今天的想要認真要做的話 我們先從早盤的日內坡後去觀察 下午下午的盤應該怎麼走會比較好 低點抓160 高點抓2110 上去一下 2110 1160 得到了橫盤的格局 大概是50點 符合早午盤 早午盤的日內坡 大概都是30點到70點 等一下 歐洲盤開盤 可能就會拉大一倍 夜盤在開的話 就拉大大概兩倍 那麼 這個如果說 歐洲盤下午盤有在開的話 2110站上去沒有在收 有可能去挑戰多少 大概260 萬一160在失手 他就 他這邊如果在失手的話 前後時間大概110 大的格局 剛剛有說 就去參考那個060 目前 目前走的格局就這樣 那我們只能在這邊格局去做他的 你真的想拆體的 交易計劃的 格局的計劃 好啊 好了以上就簡單分享到這邊 歡迎各位觀眾有問題 都可以在留言板底下留言 有什麼問題有什麼標的想了解的 奧力計都可以為你 為你做一個免費的格局的分享 如果喜歡奧力計的影片 再多多按讚訂閱加分享 謝謝各位 那接著我們來看下一檔 附圖 沒有高沒有低 大概只能這樣看 打這樣子 一樣有走橫盤的 橫盤 橫盤之前的高點是這裡 橫盤的低點是這裡 盆出拉回 低點觀察38塊 高點觀察39.7 得到1.7塊橫盤的格局 那麼有可能不排什麼下禮拜攻上去呢 去挑戰哪裡 如果說38有守在往上攻的齁 首先觀察39.7 那39.7有賺上去沒有再收回來 就觀察41.4 所有的價格 那麼萬一下禮拜 38在失守的話 他可能就走下面一個等幅測均 那就是38-1.7塊大概是 36.3 這幾個價格都值得注意跟觀察看看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UVXY 創新高新低以後別急著做 讓他走一個橫盤的格局 讓我們觀察這裡 這裡壓力有沒有變支撐 那沒關係我們就抓這段的PROF 去預估他下禮拜的格局 跟交易計劃 來新低大概說8.8 新高大概說9.6 這邊撿這邊 我們得到了大概0.9角 0.9角橫盤的格局 那9.6站上去沒有再收啊 沒錯下禮拜就觀察10.5 啊 萬一8.7失守 沒錯就是 大概8點 更正 大概7 點 8 價格的部分去等他 有可能不排除走這一波上下的等部社區 那應該會在這邊橫盤 大概0.9塊美金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CCL 創新高以後再打回原點 有沒有 又是一個標準圖 新高以後 站上去不能收回來 站上去不能收回來 形成一個凸 然後又打回氣場點 那沒關係 一樣抓他新的橫盤格局 那格局開始有點放大的感覺啦 格局越來越大 那該做的停損齁 跟那個都要做好 這邊寫9.8 這邊寫11.2 我們抓他餘生做他的教育規劃 格局越來越大 那個 11.2 1.2 大概1.4塊 有可能不會走1.4塊的橫盤格局 那11.2站上去沒有再收回來 就觀察12.6 萬一9.8失手了就去哪裡等他 沒錯就大概去 7.6 左右的價格 更正 大概7.4 7.4左右價格去等看看 好更正 8.4 8.4左右價格 那就我們看下一檔 SQQQQ 格局開始放大 那低點我們抓34 高點抓36 做他的交易格局的規劃 抓小數點好了 比較好那個 這邊寫33.6 這邊點36 4 左右 那我們抓他余生的波幅的話是大概 2.8塊美金 有可能不排除 會走比較大的整理波 那36.4有站上去 下一關就是多少 39.2 33.6萬一失手的話 我們就去 31.8 左右的價格去等看看 就他大概2.8塊的 橫盤的破幅 那應該會在這邊走 走走個幾天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特斯拉 有沒有 格局又放大了 又回到了70塊的格局 沒關係我們就抓比較大的格局去做他的 教育行為的規劃 這個格局開始跟跟著放大 低點抓880 高點抓940 這邊寫880 這邊寫940 得到了多少 沒有錯 大概是7 跟正 880 940 大概60塊 橫盤格局的波幅 但是那波至少都有40 比較高是大概70 我們先抓他60的整理格局 去推估他下禮拜應該會做什麼 業務行為 有可能不排除 60塊的整理波 在這邊繼續橫盤整理 那有一天940站上去 沒有再收回來 下一關觀察多少 沒有錯就是1000 期待他早點回到千元大關 那個880外失守的話 沒錯就是820 在做建倉的業務行為 目前這裡有打工有人吃看看 那我們明後天在這邊就跟著吃看看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QQQ 創新高以後不能收回來 收回來就容易怎樣 會回測他起漲點 大概這個點的位置 一樣也在這邊走環盤 格局也開始放大 低點的話我們可能抓322 322323 高點抓32334 332334 盤出下來 那個334-333 得到大概 12塊 格局放大囉 下禮拜我們不開始走12塊的整理波幅 那334有站上去沒有再收回來 下一關挑戰多少 沒有錯 就是 3 46 那332萬1失守 沒錯就是310等他 目前這邊有在走橫 但是還沒有高低 如果硬是要拆體建章的話 可以見看看 人家停損記得守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蘋果 一樣是走 哇 格局真的放大 本來是173跟176嘛 一個滿足後 整個回撤 不只173 打回到那個171左右 價格 那我們這檔認真要抓的話 可能要這樣抓 會比較好 這個地點寫172 高點寫176 上去下來 這邊寫172 這邊寫176 得到了大概4塊 4塊左右的 整理格局 跟正 應該是5塊才對 高點寫176 點1 沒關係先抓7塊 176 好先抓4塊 有可能下禮拜 繼續走這4塊的整理坡 176記得調節 176站上去沒有在收 就觀察180 172萬1失守 沒錯就是168等他 格局開始放大 有可能下禮拜會走 這樣上下 對啊 對啊 那就我們看下一檔 Google一樣 日電波大概是2塊錢 標準 標準的怎樣 站上去不能收回來 留個尖尖的凸在上面 就容易回撤起漲點 甚至打回原點 格局也開始跟著放大了 那我們第一點可能就抓17 117 高點抓12 這樣比較好做業務行為的規劃 確實在這邊的走橫嘛 波幅大概是 拉高的大概5塊錢 117 122 余生的波幅大概是5塊錢 目前只是走橫還沒有高低 如果說你12有出掉了117 就可以先見看看 建議不要 不要中壓 可能持股的部分少一點 畢竟現在在走 下樓梯的狀態 對啊 那 最好這邊讓他很久一點 我們才有確定說底部是不是在這邊 那如果不是的話 有可能拍子上去又下來 上去又下來 那噴出了等幅測均 我們下一關就127 先觀察122 再觀察127 那萬一117是什麼 沒錯就去122等他 如果你手上完全沒單的 建議去等這個 對啊 你想試單的 117可以吃 但是記得停損要守好 那就我們看下一檔 那麼來到了我們的海外期貨 首先進入的是小麥 小麥像這樣 有個高有個低 我們才能確定他的橫盤的格局 奧利給我說 725這邊如果有守成功的話 你就直接在750做調節的業務行為 未來有可能不排除 下禮拜就走他這25塊的整理格局 上面的格局就是暫時先忘掉他了 因為他未來的新格局大概就是要這樣 一樣 低點寫725 高點寫755 上去下來 755很關鍵喔 上去不能收回來 上去不能收回來 收回來就很容易打回起贓點 繼續做他整理的格局 那低點我們抓725 高點抓755 得到他30塊的橫盤的格局 要符合他日內坡的 橫盤的交易行為 那755站上去沒有再收回來 下一關就觀察785 那個725萬一有一天下禮拜再失手的話 可能就要去哪裡等他 沒錯就減30點喔 大概去 去那個 695 695左右價格等看看 像這樣喔 有高有低有橫盤 先一個高低喔 有阻力吃 吃一次吃兩次 或是說第一次吃 第二次我們就跟著吃看看 這裡有個高我們就可以調節一口 下來再吃回來喔 然後再賭一口賭他到天花板 那接我們看下一檔 去年有一樣喔 格局開始放到 這波大概是兩塊到三塊 現在放大到 大概在三塊多左右 一樣還是走二到三塊的橫盤格局 那一樣我們這邊寫好88.9 92 上去一下 89好了 這寫92 那我們得到了大概三塊 一樣符合他那波大概三塊的橫盤格局 那90 92 下禮拜如果攻上去 有沒有再收回來 有可能不排除去挑戰95 89萬一失手的話 有可能不排除去回撤86 大底的那個支撐 那接我們看下一檔 高級桶一樣喔 那這邊有一個 破底翻 這邊有一個 假突破 就打回原點 打破底翻這個原點 形成這個破底翻的格局 再展現出他另外一個格局 那我們抓到比較大的格局 來推估他下禮拜的業務行為 他日內破我記得大概是一千點 一千兩百點左右 因為現在開始 呈現另外一個樓梯的狀態 那我們如果要建倉要抓的話 建議就抓這個價格 還有這個價格 那高點我們抓到36790 低點我們抓到36080 那上面撿下面 得到大概710點 橫盤的格局 有可能不排除 在這邊繼續橫 那36790 有攻上去 沒有再收回來 那 下禮拜 下禮拜應該有機會再站回37 算一下 37700左右的價格 值得注意跟觀察 那36080外是什麼 沒錯 就去哪裡等他 就去35 300 左右的價格 去等看看 有可能不排除 他日內破會走一個比較大的波幅 這樣震 去做他大概1000點 1200點左右的 波幅的優行為 那接下來我們看下一檔 小SP值 你看 這都標準的 尤其在美股這邊 就很容易展現 這邊底部 底部創新高 新高站上去 可以戳 像這裡可以戳 不能收在這個下面 你看他一收在這個下面 就走了 走另外一個橫盤的無測局 然後頭又沒過高 底也沒過低 這一檔我們認真要抓的話 一樣是這樣抓 格局越來越大 真的是 瘋空要做好 要不然你可能會受不小的傷 這個波幅1點大概是40塊美金 第1點我們抓422 2 1好了 高點抓4 2 9 5 高點 高點減低點的波幅大概是74點 之前日內波大概都40 現在放大到74 有可能不排除下禮拜 走的整理波幅會比較大一點 那 萬一下禮拜 那個 7 那個422 在失守的話 每桌就減大概70點 價格觀察多少 4150 目前看是 整個滿足區走完以後在 走一個向下的那個 等幅測距 啊 一樣好就 這邊如果 有拆底有建倉的話 就 防守還是要做好 萬一做錯了就去4150 等他 那 萬一有機會下禮拜 412 95站上去沒有再收回來 就有可能不排除 就往上加70點觀察多少 4360 左右的價格 那就我們看下一檔 小到雄一樣喔 有個高有的丁 走他這一波 跌下了等幅測區 還是格局外的橫盤 那認真要抓的話 我們要抓這樣 會比較好做 業務行為的規劃 格局開始 下樓梯啊 啊但是 美股很邀遠很邪 我們只能盡量 去做那個 做他那個 就是日內坡的格局 去推估他 明後天或下禮拜 應該要怎麼表現 那高點一樣喔 我們寫 34000 那我們得到了大概 30 380點喔 橫盤 波幅的格局 有可能不排除 下禮拜就這樣走 那 那那個 34000 有站上去 沒有再跌回來了 下禮拜有可能 去挑戰多少 34 380 左右的價格 那萬一 620再失手 再往下測一個 等幅測區的話 沒錯 就這一波的 大概380點 就往下減 應該有機會來到了 33240 240左右的價格 這些都是 值得 做多的話 都值得注意跟觀察的價格 做空的話 就觀察這兩個價格 那就我們看下一檔 中國A50 有沒有看 看比較大格局 就看 隱約 看得出來他在做什麼樣的業務行為跟表現 其實 你覺得他好像在大點 其實沒有 他還是在那個 左邊這邊 橫盤的格局裡面 那這檔高低 認真要抓的話 比較大格局你可以抓 這裡跟700這裡 日內坡要做的話 就先抓 昨低跟 都就大概 金低跟昨低的價格 去做他業務行為的規劃 你會比較好規劃一點 然後也比較刺到單子跟出的到單子 那一樣 我們這邊就抓670 低一點就抓大概530 這邊寫530 這邊寫670 那得到大概多少 140點 日內坡的橫盤格局 然後天或下禮拜有可能 不排除在這邊 橫 那670有站上去 沒再收回來 沒錯下一關就觀察810 那530 萬一再失手的話 整個往下灌 可能會再做140的等補車區再下去 如果說有再下去的話 可能要去哪裡建倉會比較好 沒錯大概就是390左右價格 低點觀察530 高點觀察670 噴出沒有站回來就觀察810 萬一530失手在跌破 那下一關就觀察390 像這樣 有高有低走橫盤 有高有低走橫盤 才跟著建倉吃看看 那就我們看下一檔 小的子一樣 你看看比較大格局就看得出來 他到底在幹什麼優勢 你看 這邊假突破就整個打回原點 還有橫了一下 然後高又沒有辦法再創新高 我就在走這一波 這一波的等補車區再往下 那下禮拜認真要抓的話 應該這樣抓 低點觀察510 高點觀察多少 大概這個價格 上去一下 低點觀察510 高點觀察 700 700左右 得到大概多少 190點 哇格局放大了 本來日內波大概都100左右 現在可能是 走等幅測均 波幅比較大 走跌勢 波幅也會比較大 但是沒關係這邊有走橫了 我們就觀察看看 吃看看 一樣做一個5點10點的防守 去做好你的風控跟交易新聞 那有可能不好意思我整個禮拜 明後天 下禮拜就只有這裡的橫盤格局 萬一700有機會再鎮上去沒有再跌回來 觀察哪裡 沒錯就是890 510 510萬一再次失手了 沒錯就觀察320 像這樣有走橫盤 再跟著佈局看看 那就我們看下一檔 黃金一樣 這個兩次的假突破 正式發揮 發揮以後呢 就做他那個 整個 破 測 測低點的優行 打破這個地點 觀察這裡 大概50 50這邊我們有破底翻的優行 現在高低點大概差6塊 那這一檔 格局放大 我們大概能抓 只能這樣抓 你會比較好做你的 交易規劃 萬一 他那個在失手的話 你也比較好說 去哪裡等他 那 這邊寫1756 那寫1797 得到了比較大的余生的價格 大概40點 像 你在這邊 這邊 假設 你在這邊要建倉 最好是像怎麼吃呢 像這裡有沒有 第一次 上去下來 有個高有個低 然後 跌破再站上來 或是說 這個價格 這個價格 的邊界 你都值得注意跟關注 你看像 有時候奧利給知道說 比如說我們知道這裡 上次在56這邊確實有支撐 但是你看到這次到56 有像這樣嗎 沒有 連橫都沒橫 直接破 破就直接下去了 所以吃單 知道說支撐可能在這裡 但是還是要 像這樣 有 有主力吃給我們看 我們再跟著吃看看 會比較好一點 除非說你做很 很大的交易計劃 就是說 你56這邊有做 你97這邊有做 你獲利已經40點了 你的防守可能就是 往後退 退到多少 退到這邊 假設你56這邊 整波賺起來 你的防守應該可以放手到 大概16左右 都還是不賠錢的 那你就可以掛限量單 這邊直接吃看看 就是你有出到有獲利的 那如果沒有的話 或是說比較謹慎一點 還是建議像這樣 像這樣 像這樣 他都不會只有吃一下就直接上去 他必須 他都會 先吃 先止疊走橫 在60分K裡面 然後第2根K線 再往上做表態 這時候你在這裡追 或是說再高一點追 都還來得及 像這個完全沒有 就不建議 我們先分析他的格局 就破幅大概40點 那下禮拜 那個現在已經失守 56已經失守 但是在47走橫盤 這邊 如果說要去建倉的話 就觀察他橫盤的狀態 大概是怎麼樣 最好是有個高有個低 我們才可以見看看 那 這56沒有站回來 這邊再失守的話 應該會做40點左右的等幅車均 觀察多少 1716 左右的價格 那1797下禮拜有噴上去沒有在收 觀察多少 1830 大概這個價格 30或37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然後順便分析一下 那個台子旗的夜盤 夜盤走了一個 比較BG的業務行為 但是看大格局的話 你有沒有看到一些 那些業務行為就是說 它 格局又改變了 如果說抓夜盤的格局 可能就要這樣抓 這個低點 可能觀察 1 5 2 1 0 就這個價格 就這個價格 有沒有持續上上去下來走恆 主力已經開始走恆了 表示有吃 它如果有機會上去下來 我們就跟著吃看看 或是說觀察這個530 反正這邊都可以監張監看看 那防守一樣 防守可能10點20點就好了 不要防守太多 因為萬一它失守 我們等一下做它的等部測去看會到哪裡 那高點一樣 就抓大概15400 這邊上去都可以打看看 或是你下面有做多單的 這邊都記得調節看看 那波幅大概是190點 夜盤 有可能不排除 下禮拜有一開盤就走這 190點的 橫盤格局 那萬一 你停存被打掉 在210這邊被打掉 不要急著建倉 觀察它的橫盤 或是說去哪裡等它 應該會再走一個190點的等部 這可能到 150 020 接近15020左右的價格 像這樣有走橫盤 你才跟著吃看看 那 400有上去沒有再收回來 下禮拜我們就 就有可能不排除 我去觀察哪個價格 大概是 590 左右價格 去 去做你該出貨 或是你該做空的優勢 好啦 那 就大概分享到這邊 謝謝各位 看完以上的格局 接下來就是進入 交易策略的階段 分享 就是我們在面對投資市場的時候 你要把會遇到的狀況 分析出來 簡單來說 不是輸 就是贏 輸贏的機率呢 各佔50% 那我們再把這個 50%的狀況 分成以下4種 那就是 大賺 小賺 大賠 小賠 那你再把這4種狀況 除一次的話 就是各有25%的機率 你會遇到 然後呢 然後呢 你再把 你再把跟可以控制跟 無法控制的狀況 區分出來 比如說 以賺錢來講 大賺跟小賺 只能看運氣 我跟你說 你完全無法控制 真的只能靠運氣 那賠錢的狀況呢 大賠 看你自己 小賠 也看你自己 這是保證 完全控制在你自己手上的 你沒有聽 你真的沒有聽錯 你只有 要賠多少 是你自己跟我們自己 能夠去控制 既然你知道 在投資市場 會發生的狀況 只有以上4種 那麼接下來 我們就把這4種狀況 做一個刪除法 我們既然只能控制 小賠 跟大賠 沒有錯 那就是把 大賠刪掉 這樣就變成 你在投資市場 會遇到的狀況 來講的話 你把大賠 拉掉 大賠要怎麼拉 就是所謂的 停止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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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停損失真的很重要 也最重要 所以講三支 那當你可以控制到這一點的時候 就恭喜你 明天以後 你在投資市場 會改變成 你會遇到的狀況 只剩三種 就是 小賠 小賺 跟大賺 然後你再把這三種狀況 去做一個機率的換算 結果就會變成怎樣 小賠 33% 小賺 33% 大賺 33% 這樣機率就會變成說 賠錢的機率 你在投資市場 如果有 有遵照這個原則去執行的話 你賠錢的機率 就是只有三分之一會遇到 那反之呢 你賺錢時候 狀況會變成多少 你沒有聽錯 就是三分之二 比率為 百分之 66 所以看出格局的目的 就是 就是讓我們在 明後天 的格局 今天跟明天的格局 參考今天跟明天的格局 去擰定 我們明後天 如何去 執行賠錢的交易計劃 然後再提醒大家 股票是天天有的 你不要怕 買不到 只怕你沒有錢可以去買 去練好你的 基本功 盡量做到 吃兩口出一口 抵單要留 上去出一張 下去買回來 養成你的 小賠 小賺 跟大賺的習慣 抵單留著 停損不來 你就給他 賭到天花板 雖然有的時候 賺的錢 你看他點回來 會捨不得 但是我們這樣做的好處就是說 你才會有 長線 賺錢 凹單的計劃 這樣你每天就會很有參與感 而不是在 雙八區裡面 去八來八去 或者是在旁邊 只能跟著看戲 那麼 以上 就 簡單的 分享 感謝各位的 觀看 之前的影片 也很重要 建議你 從頭到尾都給他看完 你一次看不懂真的是看個100次 讓他循環播放 你才知道說 韭菜是怎樣被 收割的 那 喜歡影片的呢 再勞煩 按讚訂閱加分享 歡迎你們在影片底下留言 如果說你有想要了解的標的物 可以為你免費的建議以及分享 跟你保證完全不負責任 要賺多賺少 盈虧自負 自行負責 最後祝福大家 看完沒有訂閱的觀眾 祝福你買的標的物 每天都漲不停 有訂閱的觀眾 也祝福你買的標的物 每天都漲停盤 以上 謝謝各位 謝謝 -, subs しょう 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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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